你见过这么大的家族吗 乌样样的一群人朝台上的长者跪拜 还有大人带着小孩 看着这么大的阵仗 节目组还以为在举行什么仪式 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竟然有这么庞大的家庭 节目组都惊呆了 此时他们的表情就像你手机里的第二个 男人说他们大概一共有230多人 像这两个大姐就是堂姐妹 而这两个大姐是表姐妹 分别由六个大家庭组成 所以这一大群人全部都有血厌关系 大姐说随着子孙的成长 家族还在不断的扩大 因为他们关系都处得特别好 所以他们经常举行大家庭聚会 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 聚会的时候 他们会分别换上不同颜色的衣服 一个颜色代表一个家庭 不然200多人根本分不清谁家是谁家的 为了更好的分清 甚至所有人还带上了标签 大姐说不带标签就不知道具体是谁 比如1-1-2 就意味着是在第一个家庭 第一个儿子的第二个孩子 像这个男人 他的号码是2-2-2 意思就是他是第二个家庭 第二个孩子的第二个儿子 而这个男人就不太一样了 他是2-8 意思就是第二个家庭的8女婿 我的天真是活久见 这要是吕不清还真有点懵啊 不过这一大家族的人在一起还挺热闹的 女的唱歌 男的跳舞 有才艺的还上台表演 感觉就像是参加晚会一样 吃饭的时候 他们会选择一个自住餐厅 连长一点的大姐说 他们以前是自己准备食物的 带到户外去吃 可是现在人越来越多 已经做不过来了 虽然庆祝方式改变了 但他们的亲情却没减少一分 他们在一起欢歌笑语 非常的开心 并且他们希望可以一直延续下去